等一下,你再重複一下,我剛剛沒有聽到 喂,喂,喂 你等我一下,我開酷音好了,聽不太到聲音啊 這邊可能雜音太大 喂 好,來,請說你,請說 我是說當時你在公園區的時候 當時店員幫你刷條碼的時候,可能沒有留意那個單據上面有兩個條碼 一個是普通客戶來給邱先生您本人做使用的 那另外一個條碼是銀行申辦下來,方便批發商客戶做12次重複 因為連當時這邊可能沒有留意,有幫您刷錯條碼,刷到12次重複訂購的條碼 所以現在銀行誤認爲邱先生,您是我們賣家的批發商客戶 那銀行會扣郵靈的大名身份證字號 連民收索到您名下的儲金存款商戶進行扣款 只要是以邱先生名的大名申辦的,您名下不管是銀行,郵局,或者融會,一信二信都有可能扣到 持續扣款總金額是6000多 所以我們今天作帳發行告知到您本人名叫這筆業務的存在 看您本人這邊是否有預言保留下來繼續訂購 還是說您不需要再重複訂購,要把這項業務取消掉都可以,由您個人的預言 然後,所以我就是取消,你們那邊就取消資料嗎? 你這邊如果確實不需要重複訂購,取消的話 是銀行代扣代售的,並不是我們賣家給你做扣款 所以如果你需要重複購買,要取消的話 必須我們買賣雙方有協商同意之後,銀行才會收領 所以稍待我們賣家會幫邱先生名出示一份同意取消的證明 反正到您名下指定的銀行幫您澄清 看您的銀行接收到我們賣家的文件 瞭解狀況之後,本人取得聯絡 您在咨詢和您名下的銀行講明清楚 您本人不需要重複購買,是由於電面刷出的條碼導致的 那務必請銀行幫您取消掉 最後就不會重複抵扣到您的款項,這樣有清楚嗎? 有啊,那個錯誤是來自於你們喜歡屋嗎?對不對? 這個錯誤的話是當時你在公園店取貨的電源幫你刷條碼的時候 電源有沒有代表你們公司? 電源不代表你們公司嗎? 電源肯定不代表我們公司,電源和我們公司有什麼關係? 你們公司是哪個公司啊?喜歡屋嗎? 對,我是喜歡屋 賣我的人是喜歡屋的直銀店嗎? 沒有錯啊 所以電源不代表你們公司喔? 我代表我們公司沒有錯,但是 這邊你是在取貨的時候電源幫你刷條碼導致的 錯誤是誰刷錯的?你電源嗎?對不對? 錯誤是誰造成的?你們的電源嗎? 怎麼可能是我們的電源? 不然是誰刷的啊? 不然是誰刷我刷的喔? 你這邊刷錯條碼是你在公園店取貨在全家取貨的時候 電源幫你刷錯條碼導致的 我在全家取貨喔? 我們只是今天做到發現告知到您本人名叫這筆業務的存在 看您本人這邊是否有預願保留下來繼續訂購 還是說您不需要再重複訂購 要把這項業務取消掉都可以由您個人的預願 對啊,那取消你們可以取消嘛 錯誤是你們的員工造成的嗎? 我是買什麼東西啊? 我是買什麼東西啊? 然後賣家單據都一樣的 除非你不網購 或者你之後電源刷條碼的時候 你要提醒一下電源 避免在刷錯 我還要提醒電源喔? 啊你們自己的條碼都不知道是賣什麼東西喔? 什麼?我不知道賣什麼東西 不然你說我 你說我 我說錯的啊 你說我 啊? 你說這個 你管像有問題嗎? 啊所以現在 條碼上的都號碼嗎? 啊號碼你們都不曉得是賣我什麼東西嗎?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覺得你這種人 你這種人活敗被控管 你在照片嗎對不對? 你要處理我還懶得幫你處理 你在照片嗎? 欸,抱歉啦 來吧